来 有请下一位 刘彪 男35岁贵州人 四川外语学院 成都学院 大专一业 应用英语专业 大家好 我叫刘彪 来自贵州尊业 08年大学的时候开始创业 就放弃了大学文凭 这一创业就创了十多年 一直走到了现在 这个中间确实有一些心酸 所以说今天我是带着这个问题 我希望得到大家在这方面 给我的一个指导 我今天求职的意向是 执行内的相关工作 和义务拓展内的相关工作 谢谢 你为什么打专一业 那个时候开始创业 成立了成都市大学生 家教联盟 也是因为成立了这个 这个大学生家教联盟之后呢 这一下子就开始创业 然后我这个人呢就是 我确定去干一件事情呢 就独定了 然后就一直在这条路上走 走到了现在 实际上我今天来到现场的目的 我是真的是需要大家给我 就是说给我一定的指导 现在在回顾异业创业 后悔吗 打死我都不后悔 既然都要说打死我都不后悔 那说明就是后悔的 要不然不用打死 这个自己选择的 规则也要走出去 规则也要走出去 我是说如果事情再重来一遍 你还会一夜去创业吗 会 还会 会 为什么呢 就急在那么一会儿 人生就短短几十年 有自己的理想 我就追逐一个理想 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我满意就好了 这个创业 我自己自信就是说 我是这个人才 那我再问你一遍 如果你的儿子也这么干 你支持吗 不支持 我身边的所有人 我都不支持 为什么 这个太累了 也不是说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创业 因为后面他就有其他的选择了 好吧 其实这证明了 你在任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其实要所谓不后悔 就认私利 有时候你需要不断地总结和复盘 才能成长和提高 如果你今天来是 重新想总结自己 复盘自己 不断去寻找新的机会的话 你其实要承认哪些地方做的错了 而不是说我不后悔 我就是要坚持 后悔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你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 有孩子吗 有 离异了 对 怎么离异了 为什么 这个就是在创业这个路上 可能是因为创业 创业怎么了 就是不一条心吗 随着在经济上 你给不了它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思想上 也会存在很多种的分歧 就是这样 所以说 创业什么呢 干什么呢 我是开了馆子 比如说我们就做个小生育 我经常认为说 这个就是生活 那不是创业 那是生活 我就是那就是生存 那你开个小馆子 能够跟妻子有什么分歧呢 那就是我们的思维上的理念 经营理念 什么理念不同 得罪客户 这个是我非常不能忍的事情 怎么得罪了 就是这种思维 他可能就没有服务客户的这种思维 就是你的妻子不懂得转弯 对 不懂得转弯 而且就是我店里面的 天天跟我的厨师长 服务员有矛盾 你是不是内心感觉到 从创业 服务态度和经营理念上看来 以及你那蠢蠢欲动的 想要创大业的想法 你的妻子跟你不是同路人 我承认应该是有的 那等于你为创业丢了学业 还丢了老婆 可以这么说吧 丢了应该还丢了 结构上来说是不是人 是是 你现在还是结身艺人 对 离婚之后又创了业吗 对 是吧 创的是什么业 就是做一个直送的 直送的一个APP 我的理念就是 我在15分钟可以 你通过手机下单 15分钟可以把产品 送到你的手上 然后货源我是F2C 直接是厂家的消费者 我是酒 选择酒类产品做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更重要 上线了吗这个APP 没有 就是问题 还在研发过程当中 不是 前期的准备工作 都做完了 问题出在了哪 资金问题 你投了多少钱 我认投了10万 这10万投在了哪些地方 是产品研发还是 APP的开发 不过前期跟厂家的合作 所有的工作 不过我们的站联的建设 那再投多少钱够呢 我现在我想 最多就是300万 在一个城市 你一开始就预料到了 要投这么多钱吗 有考虑 那没钱 你想好了 从哪儿拉投资吗 我也尝试了 到处跑去 去见人嘛 因为我们就 那也就是说 现在你老婆走了 对 钱没有 对 项目失败 那你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对 所以你来求职 对 那久的那项目是哪年 那是哪年 就现在 就现在 那时候已经有 那个九仙王了 早就有了 很像 先别说有没有 刘彪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对一个 先别说前期开发的成本 你对维护一个APP 需要多少钱 多少个技术人员 你有概念吗 技术不是我负责 他没概念 技术不是 但大约可了解 那你为什么觉得 这事你该干呢 我觉得我 可以解决这十五分钟送达 这是一个问题 我保证厂家来 不不不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恳良一个事 能不能干的首要因素 不是理解它的功能性 和可实现性 而是这个盘子有多大 这个盘子你弄得了 弄不了 你根本就没有概念 所以你就 你以为 你以为的 真的是你以为的 就是说 我现在除了之间 前期的工作 全部做完了 所以说 那你拉到投资了没有 没拉到投资 是别人对你的项目 不看好还是什么 有 有对我项目看好 大部分是不看好吧 也 我生病的朋友 现在 那对你看好 都为什么没投呢 有些是没钱 或者说我没找对来 真的 就好多人都是这样 就踩到这个坑里 其实我也踩过 我说 为什么我这么问你 因为我们也做过APP 我光做了这个 iOS版的 我就发现这事 我不能做 因为成本太高 根本不是 我们用线下的这种 这种传统产业的 这个收入和利润 可以支持的事 那你怎么就想着 你要去干这个事 我也做过一个APP 几十万投进去 之后就全扔掉了 对对对 其实我想跟你 分享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创业 成功是偶然的 失败是必然的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找一种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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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